学佛的人 怎样才能像菩萨一样 长生幻悉心 世间人说实在话 他没有喜乐 他都是找刺激 吃喝玩乐是找刺激 那是不正常的快乐 像什么呢 像吸毒 打麻烦 他的喜乐是从毒品来 毒品的效果过去了 他苦就来了 随着有影 这个喜乐是假的 不是真的 佛法的喜乐 来源不一样 也像阿南 承传佛法 这三样 学佛的喜乐 确实也是 是这三样 第一种 从金教来的 你深入金藏 发喜充满了 金藏里头有喜乐 深入之后 你天天有悟出 那怎么不快乐呢 第二种呢 从禅定里头来的 第三种呢 从三密相应里头来的 所以菩萨的喜乐 跟世间不一样 这叫乏味 古人有所谓 世味哪有乏味能 人间天上的快乐 跟学佛不能比 佛是真乐 深入经藏 就跟佛菩萨 生活在一起 金卷一展开 如同跟佛菩萨对面 亲自聆听 佛菩萨的教会 读书千遍 七一之间 便说越多 你会越快乐 读不一样 如果多了几遍 感觉到厌倦了 那是什么呢 像吃东西一样 忽论吞早 没尝到味道 吞下去了 不晓得什么味道 所以你有懈怠 你有懒惰 你会卷 如果尝到味道了 鱼霸不能 坐在那里 度金 晚上度到天亮 怎么 才一会就天亮了 几个小时 以为是十几分钟 这真的不是假的 不断的深入 无止境的深入 那弟弟一生就快乐无比了 感谢观看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